1980年11月16号 这是个星期天 这天早上8点32分 河南省公安厅开封专区公安处 开封县公安局 接到某公社卫生院的报案 这个卫生院的女药剂员 33岁的刘梅玲 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宿舍里 接到报案之后 正在局里值班的开封县公安局史上局长 立即叫上刑侦谷陈谷长 侦察员老刘 以及技术员和法医各一人 五个人呢 跳上一辆北京212警用吉普车赶往现场 在他们的车出发之后 八名刑侦谷的侦察员 分成三辆跨斗摩托车 也跟着驶出了县局大院 当他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啊 整个公社卫生院已经挤满了围观的群众 大家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民警的到来 让原本嘈杂的场面略略的平静了一些 此时负责保护现场的公社公安特派员小思 和公社书记卫生院院长赢了上来 寒暄了几句 确认现场没有被破坏之后 几个人呢 来到会议室 史局长先要了解一下事情的大致经过 和死者的情况 公安特派员小思介绍说 死者叫刘梅玲 女性33岁 是本院的药剂员 昨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她曾找过会计 要走了一本稿纸之后 回她自己的房间 今天早上八点半 发现她死在房里 颈部有恶掐的痕迹 刘梅玲的丈夫孙景震 是公社的团卫书记 长期和刘梅玲闹离婚 打骂虐待 更是家常便饭 公社和卫生院 只有一路之隔 但两个人却一直分居 那刘梅玲和孙景震 近来夫妻关系怎么样啊 史局长一边记录着 小思所说的内容 一边提问 公社卫生院的老院长回答说 这段日子呀 两个人的关系有所好转 每到星期六 孙景震就会到卫生院宿舍过夜 那昨天晚上孙景震在哪 现在又在哪 公社书记说 上个星期呢 我叫孙景震去参加领导挖河 催了他几次 他一直拖着没去 直到昨天 他才答应明天就走 昨天傍晚 他把一直跟着刘梅玲 居住的儿子小强 领到自己的宿舍 今天早上 他拿着行李 带着儿子就走了 陈鼓掌插话了 哦 他把孩子带走了 老院长说 哦 没有 没有 将近八点的时候 孙景震呢 推着自行车来到卫生院 问药房的小黄 梅玲呢 小黄说 还没上班 去他屋找吧 但是孙景震没有去找 只是说 我去陈流挖河 顺路把孩子送到我姑姑家 下午让梅玲 把孩子接回来 说完就走了 在大致了解情况之后 史局长分派任务 侦察员老刘 带着三名侦察员 去找孙景震 不要透露案情 如果有其他情况 立即汇报 陈鼓掌 领着五名侦察员 和特派员小厮 一起分三组 对卫生院和公社干部职工 以及群众 进行座谈访问 而史局长本人 则带着技术员和法医 负责现场勘察 然而整整一天的现场勘察 除了发现了一封死者 写给佐老师的一封信之外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不管是指纹 还是谐印 还是其他痕迹物证 统统没有提取到 有着二十多年 行政工作经验的 史局长意识到 这是遇上硬查子了 那封信写着 敬爱的佐老师 谢谢您对我们家庭的关心 现在可以告诉您 他和我的关系 已经开始好转 这封信 除了可以印证 卫生院老院长说的 夫妻关系有所好转之外 也没有办法再提供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当天晚上 各路人马聚集到公社会议室 汇报当天的情况 并且进行案情分析 技术员介绍说 现场门窗牢固 无法从外面拨开 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罪犯是叫门入室 应该是熟人作案 死者颈部的勒痕和额头的击大伤痕 有明显的针织品印痕 其他部位没有发现任何指纹 说明罪犯是戴着手套作案 死者的裤子被解开 衣服被翻乱 但是法医验尸 却否定了死者死前 遭到不法性侵的可能 说明罪犯是有意在伪造一个 入室强奸杀人的作案现场 企图混淆警方的调查 说明罪犯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随后啊 法医也介绍 根据失温 胃内容物 以及排尿情况判断 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11月16号凌晨两点左右 前后误差不超过一个小时 陈股长说 我呀 完全同意熟人作案 根据我们的调查 刘梅玲工作积极 与人和睦 作风上没有发现问题 经济状况也不富裕 所以我们断定 奸杀 仇杀 屠材杀人的可能性 都不大 罪犯和死者 如果不是十分密切的关系 神经半夜 是决然叫不开他的无门的 然后 陈股长就开始介绍群众座谈访问 汇总来的刘梅玲和孙景震的婚姻状况 刘梅玲和孙景震本是中学同班同学 初中毕业之后 孙景震应征入伍 刘梅玲下乡插队 随后孙景震通过信件向刘梅玲求爱 两个人呢 1970年登记结婚 并且在1971年有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过的小强 就在儿子出生之后不久 原本对刘梅玲情浓义浓的孙景震 却突然变卦了 此时啊 已经是西安某公安机关军管会成员的孙景震 毫无道理的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刘梅玲自然是坚决不肯 于是这事越闹越大 闹到十里八项 人尽皆知 一方坚决要离婚 一方坚决不肯离 这一杠就杠了两年多 1973年初 孙景震把刘梅玲叫到部队 要求他同意离婚 刘梅玲自然不从 于是俩人当着部队领导的面开始大吵 孙景震恼羞成怒 就要动手行凶 被他的上级领导喝止 挨了个严重警告处分 并且关了一天的禁闭去反省 事后孙景震写给本家叔叔说 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我准备犯罪 但最终因为顾忌自己的前途 还是没有胆子动手 1978年孙景震从部队转业 被分配到某公社当团委书记 但依然坚持要和刘梅玲离婚 为达到离婚的目的 隔三差五的对妻子实施各种家暴 法庭多次调节也没效果 1980年4月的一天 孙景震恶狠狠的威胁刘梅玲 说 在等你20天 你再不离婚我就杀了你 然后我伏法 然而 已经习惯孙景震家暴的刘梅玲 早就对类似的威胁话语 无感了 根本不为所动 但奇怪的是 1980年10月开始 孙景震却主动和刘梅玲和好 不但每个星期六晚上 都去他的宿舍过夜 每次都还给他带点蔬菜 或者副食品 卫生院的一名护士说 刘梅玲曾经对他讲 孙景震对刘梅玲说 每星期六晚上我来 一敲门你就开 别说话 敲门的记号是 21213 刘梅玲说 他觉得这里面另有文章 并且对这名护士说 到时候 我要是真的出事了 你知道我是咋死的 因此 陈谷长认为 孙景震拥有 作案的思想基础和预谋阶段 他又曾在公安机关军管过 因此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和手段 所以当即就要求 对孙景震就地采取措施 史上局长同意立即对孙景震 采取监视居住的措施 但是还必须搜集到更多的证据 他提出了几点提示 第一 继续补充侦察 同时向地区公安处申请搜查令 对孙景震的宿舍进行搜查 第二 要求迅速查明孙景震和刘梅玲离 离婚的真正原因会不会另有新欢 如果有尽快落实证据 第三 孙景震和刘梅玲 定的那个暗号 会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并加以利用 这一点要深入详细的调查 第四 要时刻记住 孙景震是一个 有一定公安反侦察经验的人员 要将问题设想的复杂一些 充分考虑到可能的节外生枝 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孙景震被监视居住之后 表现的十分淡定 既不认罪 也不抗议 在每次被询问之中 全都翘着二郎腿 顾左右而言他 对他住所的搜查 与现场的复刊 也没有任何新的收获 对刘梅玲的社会关系排查 也进展不大 除了发现卫生院的药剂师 黄丽庄 对刘梅玲单相思之外 其余的社会关系人 都与刘梅玲关系正常 都没有作案动机和时间 11月23号 接到女儿死讯的刘梅玲母亲 从老家赶来 在痛哭了半天之后 突然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案发前不久 有个女教师 曾借了100元钱给刘梅玲 而她也曾给刘梅玲 60元现金和100金的全国粮票 而在现场勘查时 并没有发现这些现金和粮票 同时回忆 刘梅玲在案发前 也没有购买过任何超出正常消费的物品 那么一大笔现金和粮票 到底去了哪里 随即市局长立即命令 对现场再进行一次勘查 结果从一支布鞋里 找到了60元现金 经刘梅玲母亲辨认 是她给刘梅玲的那笔钱 但是另外的100元现金和100金粮票 依然不见踪影 侦察员老刘 向市局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啊 屠材杀人的可能性 不能排除 那个男青年黄丽庄 十分可疑 她和刘梅玲 一起在药房工作 关系十分密切 刘梅玲值夜班的时候 黄丽庄经常到药房陪伴她 有一回刘梅玲外出 黄丽庄还给她看守过宿舍 每天晚上 刘梅玲还在自己宿舍里 教黄丽庄学一个中头的英语 11月15号晚上也并不例外 刘梅玲被害之后第三天 黄丽庄就结了婚 花了很多的钱 但她自己的200多元存款 却一分钱也没动用 很明显 她的经济收支不符合 同时孙景镇敲门的暗号 她很可能也知道 据此 我认为应该对黄丽庄重点审扎 史上局长陈思良久之后认为 老孙的分析很有道理 他认为黄丽庄确实可疑 授权老刘负责正面接触黄丽庄 11月24号上午 老刘找黄丽庄谈话 他很快承认自己曾经帮助刘梅玲 保存过50元的现金和30斤全国粮票 但当老刘继续问其他现金和粮票的去向时 黄丽庄闭口不谈 并且表现出对民警的极度反感 当天的询问被迫终止 11月26号 老刘拿着史局长签发的搜查证 再度来到黄丽庄的宿舍 一番搜查下来 在他的书桌抽屉里 发现了230元现金和206斤粮票 其中100斤为全国粮票 另外还搜出一本用于记账的笔记本 其中有一笔收支记录被涂抹掉了 另外还在黄丽庄的衣箱内 发现了许多孙景镇在婚前写给刘梅玲的情书 还有刘梅玲写给各级法院的 关于离婚官司的说明材料的底稿 面对搜出来的这些东西 黄丽庄顿时冷汗直冒 承认自己帮助刘梅玲 保管一百元现金 二百零六斤粮票 她跟刘梅玲学习英语 而且很同情她的遭遇 但绝没有半点男女之情 之所以隐瞒了这笔钱和粮票 是因为她帮刘梅玲保管钱和粮票的事情 没有第三人知道 如今刘梅玲死了 她想独吞这些财物 但人的的确确不是她杀的 而她结婚时的花销都是家庭积蓄 根本没有动用刘梅玲存在她这的钱 经过查证 黄丽庄的交代是可信的 于是初步排除了黄丽庄的嫌疑 工作重点依然回到了孙景震身上 同一段时间 陈谷长一直在正面接触孙景震 但是曾经在西安的公安机关军管过的孙景震 始终由言不尽 不管陈谷长怎么问 孙景震始终不肯正面讲自己和刘梅玲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承认之前因为刘梅玲对她母亲不好 所以闹离婚 但现在已经和好了 公安局可以随便调查 如果怀疑她有问题 可以拿出证据 否则免谈 一度把老刑侦出身的陈谷长差点气晕了 老子要是有证据 还会这么耐着性子跟你在这儿交舌头跟子呀 冷静下来之后 陈谷长又仔细研究了一遍卷宗 终于发现了一个孙景震形迹可疑之处 公社催孙景震去参加挖河 他为什么一定要过了周六才走呢 如果仅仅是为了在刘梅玲那里过夜 倒也可以解释得通 偏偏当天晚上他没去刘梅玲那过夜 只是把儿子领走了 就像是和谁在搞配合一样 所以陈谷长怀疑 杀刘梅玲的可能另有其人 但这个人一定和孙景震有密切关系 陈谷长的新想法 让史局长眼前一亮 于是连夜召集侦察员和公社的质保干部开会 会后决定表面上放松对孙景震的监看 以麻痹他将主要力量放到外线 重点监视孙景震会趁着监管放松的档口 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具体做法是 由之前和孙景震关系比较好的公社团支部干事 小张和小李接替派出所民警监看孙景震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适当给他放出一些空档和破绽 并密切注意孙景震会有什么举动 一有异动立即报告 于是啊 在随后的几天里 小李一本正经的公事公办 小张呢 则不断的和孙景震暗中示好 表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 但是不会忘记孙书记之前的照顾和好处 十二月一号一早 小张交给史局长一封信 信是孙景震亲笔写的 在十一月三十号夜里 趁着小李熟睡的时候 悄悄的塞给小张 嘱咐小张说 明天一定把信交给我弟弟 那这信怎么写的呢 亲爱的弟弟 我现在多么想念你和父母二老啊 然而 一个失去自由的人 也只有想想而已 我的事情恐难过关 只有横下一条心 听凭命运的安排 我万分悔恨 生不能奉养父母 死犹如祖宗仙人 事到如今 只有将一切拜托给你 我的事了结之后 一切财产都是你们的 大力贵 由你们使用 那口宗箱子给小强 你看到宗箱子的时候 一定会堵物私人 心里难过 有个办法 把里面的纸撕掉 再表忽一下 这样就好了 要记住 把宗箱子再表忽一下 只能用 不能卖 制住 于兄 景震 史局长立即召集 侦察员们开会 大家一致认为 孙景震已经开始安排后事了 很可能已自杀相抗 顽固到底 那口棕色箱子 之前已经检查过两次 表忽的不错 孙景震 为何一再强调 再表忽一下呢 又为什么要强调 只能用 不能卖呢 看样子 这口棕色箱子里边 有鬼 警方判断 那口棕色的箱子 一定有鬼 于是 陈谷长和公安特派员小司 再次进入孙景震的宿舍 对那口棕色的箱子 进行仔细的检查 小司眼间 发现箱盖内侧的花纸 有一样 一把把花纸撕掉 发现一张照片和一张存款单 照片是穿着六五式军装的孙景震 和一个抱着婴儿的女人 并肩而坐 一副全家福的感觉 那个婴儿一看就是孙景震的孩子 长得一样一样的 但这个女人 却不是刘梅玲 那张存款单上填写的数字 是一千九百元 一笔巨款 箱子里的表胡纸下面 就有这么重大的发现 那这房间里的表胡纸背后 会不会有更大的发现呢 于是大家一起动手 很快就把整个房里 墙上的表胡纸 给撕了一个稀巴烂 结果在孙景震 床头上方的牛皮纸下面 发现了一张血迹斑斑的字条 上面用钢笔写着八个字 同生共死 永不背叛 下面还有两个用血写出来的名字 孙景震 李庆芳 经过分析 这张照片应该是孙景震 在西安参加军管的时候留下的 或许这就是孙景震 一定要和刘梅玲离婚的真正原因 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肯定是她的情人 那个女婴应该是他们两个的私生子 母女二人 很可能现在还在西安 那张字条显然是定立 公守同盟的凭证 而且还牵扯到了生死问题 这个李庆芳是谁 她和本案是否有关 陈谷长在详细查看那张字条之后说 从那八个钢笔字的墨水氧化程度来看 书写的时间并不是很久 基本就是在案发前后 我认为李庆芳很可能就是刘梅玲被害案的直接参与者 以前我们没发现他 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在本县 但既然孙景震和他能定立这样的生死同盟 说明他们关系不一般 所以这个人我们必须查出来 史局长采纳了陈谷长的建议 命令刑侦谷的同志们分成两个小组 一组前往西安查照片上的母女 另一组查李庆芳 12月4号前往西安的小组查明 照片上的女人是西安市某餐厅服务员张兰花 她的丈夫刚好是孙景震 同在西安公安机关军管组的战友 1971年张兰花到军管组和丈夫闹离婚 闹得很厉害 当时军管组的其他战友都帮忙劝嫁 孙景震见张兰花长得漂亮 借劝和的机会接近张兰花 并很快和她勾搭成奸 并且许下了海事山盟 与各自原配离婚之后 俩人就结婚 1974年张兰花给孙景震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方方 1978年张兰花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 而这个时候也是孙景震和刘梅玲 闹离婚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张兰花说 孙景震在当年办转业的时候 苦苦哀求要留在西安 但是部队的规定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还是把孙景震发回了河南 此后孙景震又在两年时间里 两次跑到西安和张兰花鬼混 而李庆芳呢 经过调查 这是开封县人 1969年和孙景震一起入伍 并且在同一部队服役 但是他混得没有孙景震好 也没提干 而是在1977年复原 被安排到了洛阳市某工厂当工人 这个人呢 他跟孙景震一样 有洗心厌旧的毛病 长期和自己的妻子闹离婚 曾经在1979年 把妻子打伤住院 为此还曾经向孙景震 借过30块钱 当妻子的医药费和营养费 更重要的是 查明1980年11月15号晚上 至16号上午 李庆芳去向不明 而这段时间 刚好是刘梅玲遇害的时间 面对自己和张兰花 带着芳芳拍的那张合影 孙景震大吃一惊 但很快镇定下来 便称张兰花和她是干兄妹 他们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然而陈国长 从卷宗里 拿出一封孙景震 写给张兰花的信 其中有一句写着 芳芳是我们的根 把这句话念给孙景震之后 孙景震的脑袋顿时搭了下来 承认自己和张兰花 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陈国长随后又问孙景震 同生共死 永不背叛 什么意思啊 孙景震还试图装傻 然而当陈国长 出示了那张字条之后 顿时孙景震就说 我现在心里很乱 希望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把事情过程写出来 陈国长说了 你可以继续表演 我们给你时间 12月17号当天晚上 孙景震趁看管她的小张和小李睡熟了 解下自己的腰带 挂在门头上 准备上吊自杀 但没想到 小张和小李根本没有真的睡着 当孙景震刚把脖子套进腰带 就被俩人抱住双腿 阻止了孙景震想一死了之的企图 最终孙景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交代了她 指使李庆芳杀害刘梅玲的犯罪事实 1980年8月 孙景震借去洛阳出差的机会 去找李庆芳 推杯换盏之际 俩人谈到了各自的老婆 都表现出对目前婚姻状况的不满 孙景震趁机提议 你抽空回去 把我老婆干掉 我再找机会 把你老婆干掉 得舍得下毒手 李庆芳说 这可使不得 就算干了 骗不过公安局 孙景震说了 我在公安局军管过 公安局的那套 我熟 只要略施小计 公安永远都查不出来 他的计划是这样的 坐火车从洛阳到开封县 只有五百多里地 一天完全可以打个来回 你啊 周六晚上 乘坐晚上八点的火车 从洛阳出发 后半夜两三点钟就能到 把刘梅林干掉之后 乘坐周日上午八点的火车返回洛阳 不耽误周一上班 这样没人能看出破绽来 李庆芳思虑再三 还是同意了 为了表示诚意 孙景震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用钢笔在上面写了 同生共死 永不背叛 然后两人同时咬破手指 在下面用写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算是立下攻守同盟 1980年10月初 李庆芳回开封县老家 孙景震再度与他密谋 孙景震带着李庆芳踩了点 并把他和刘梅林约好的敲门暗号 告诉了李庆芳 11月初 孙景震写信给李庆芳 约定了作案时间 是11月15号夜 至11月16号凌晨 接下来的事 他就没有参与了 根据孙景震的交代 史局长12月18号下令逮捕李庆芳 并亲自带队前往洛阳 在洛阳市公安局 和谋常保卫科的帮助下 将李庆芳成功逮捕 李庆芳一开始还试图狡辩 但当得知生死兄弟孙景震 已经把他全供了出来 顿时放弃了抵抗 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11月15号晚上 李庆芳吃完晚饭 带着事先准备好的一根棉纱绳 一双线手套和一双鞋 在洛阳火车站 乘坐368次旅客列车 11月16号凌晨2点 抵达开封县 下车之后 李庆芳戴上手套 来到刘梅玲的宿舍门口 按照孙景震给的暗号 敲开了门 进门之后 不容分说 就掐住刘梅玲的脖子 把他掐晕 然后用绳子 缠住他的脖子 把刘梅玲活活勒死 随后用刘梅玲身上 找到的钥匙打开箱柜 把里面的衣物 翻了个乱七八糟 又将刘梅玲的尸体 拖到床上 解开裤子 伪造成强暴和抢劫现场 然后锁上房门 逃离现场 路上 他把棉纱绳和鞋子 扔进一个水坑 又把手套 扔进了一条小河 然后乘坐 11月16号八点的火车 回到洛阳 12月20号 也就是刘梅玲遇害后的 第35天 李庆芳被押送回开封县 乘坐的还是368次旅客列车 随后警方根据他的交代 找出了作案工具 棉纱绳 鞋子和手套 12月21号 孙景震和李庆芳被批准逮捕 最终以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并被执行枪决 大案纪使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